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各位朋友,大家又回来熟悉的环境 我到游街实现中煲汤 虽然滴汗而已煲 不过不要紧,最重要就是多喝点水 各位朋友都繼續喝多點水 其實是很有趣的 回想一下我三個星期沒有回來這裡 三個星期之前還是盛夏來的 一個季節 早前還剛剛是小薯、大薯煲過的湯 但是今天回來 納秋都過了 雖然仍然是這麼熱 不要緊,我們可以用一些湯水來抵抗炎熱 或者滋潤 因為秋天的時候有些抽醋 我們喝一些湯水來滋潤秋天的天氣 對我們身體的影響 大家看了我之前幾個星期 在自己家、朋友家煲的湯之後 你可能知道我個人都是坐不定的 不過沒辦法 因為自己一個人住 有時就會很容易受到一些引誘出了街 尤其是只有朋友的引誘 我那些一定是選友 其實我通常都是互相探訪 跟一些獨居的朋友 因為在居家抗疫已經很多個月 差不多八個月 我們有時都真的不見面、不聊天 可能只是在電話裡通短訊 最近有朋友側了居家 騰出了多些地方出來 可以去探望他、坐坐、聊天 其實都很需要的 尤其是在這些時間 大家的孤獨感可能是強了的 但是會去探望朋友見面的時候 就盡量多聊天 真是面對面聊天 而不是在電話 或者是在電子通訊那裡聊 因為你看著對方的面孔 看著對方的眼睛來講話 是靈寫入心入肺一點的 亦都可以很容易帶出一些 比較深度一些的話題 或者有養分一些的交流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經常做這些事 我和我的朋友很多時候 都是就著大家最近的一些 或者見過的東西 或者看過的東西 無論是看書、看電影、看劇集 任何的東西 都可能會觸發到我們一些感受 一些看法 我們就會拿出來和朋友交流、聊天 還有其實香港 雖然盡量都是提醒大家 保持這個社交距離 和不要出那麼多街 去一些人少一點的地方 不要聚集 但是有一些小型的展覽 或者小的Gallery 藝廊、畫廊 都還有一些比較短時間 即6點前開 然後6點後就會關門的一些展覽 是很值得我們去看一下的 我最近就看了一個打字機 很多古董打字機的展覽 是很有趣的 而在現場還有一個打字機的維修員 是跟我們講解一下每一款打字機的來歷 它的功能 這些東西也帶給我們很多想像 或者是想起我那一代 年輕時其實我們都在學校上過打字堂 當然現在這一代的年輕人 可能已經不知道打字機是怎樣的 他們打的是電腦的鍵盤 所以不妨有時間有機會去看一下 我今天就是煮了一個 都是很清潤的湯 一會兒兩個小時 一個多小時 當我的汗滴完又滴 濕完又乾之後 應該那個湯都熬好了 一會兒回來再和大家一起喝湯 好了 今天的湯就已經煮好 隨時可以喝了 不過天氣這麼熱 攤冷下也是好的 今天我煮了一個什麼湯呢 非常滋潤的秋天很適合喝的湯 也是很清淡的 我通常煮湯都會用一些很簡單的材料 不會說很大堆頭什麼都有在裡面 但是就是一些比較精選一些的材料 然後放在裡面做一個清潤的湯 今天主角就是雪梨 雪梨、時實和桂圓這三個主角 桂圓就是龍眼乾 時實大家都知道是什麼 事實都是很有益的 龍眼就是很多時候 有時候那些朋友說晚上睡得很好 就會喝龍眼水也是很有益的 然後這個雪梨大家都知道 秋天的時候一定是潤費的 我講開資潤就是 之前我們煮湯之前就有說過 在這些時間最適合 真的互相滋補 人和人之間在溝通上面 在交流上面 做多些有養份的聊天 或者是對話 就好像喝了一碗湯 真的舒筋活絡 或者是非常之舒服 你可以帶些湯料去朋友家裡煮 一起享用 也可以調轉 總之做足防疫措施就可以了 洗手、戴口罩 即是聊天的時候 戴口罩 吃東西的時候脫下來 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去好像有時間 跟你那些朋友也好 家人也好 重新認識大家 仿視好像說 認識多個新朋友 當然這個朋友其實已經認識了很久 但是在抗疫期間 可以用不同角度 重新去認識大家 了解大家 或者由熬一熬湯 和大家分享開始 下星期再見